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请假投入了大选 宣布育儿证件 支持蔡政府日内出生率 创下新低 提出三大主张 包含了动卵 补助最高三万元 留职庭新改为全新 还有三胎家庭房屋补贴 更多内容先带你关心 选择这题 再来关系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又提出了新的证件 这一次证件包括了 在幼儿以及少子化的证件改革 他这一次从一些幼儿的证件面向 再提升到了30到40岁的动人补助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不管是我们公立的 以及非盈利的整公共化的 这些托婴托育幼儿园 很清楚的就是免费 美业免费 那其他的比如你家人在家外托育 甚至包括在市立机构里面 我们就是每个月一游今天 就是1万元 每一个0到6岁国家 这是一个名词 最重要的 你政府一定要快各方面 把他照顾到 南湖总统 现在在参选 公务员很清楚 公私分明 我今天是用负责任的态度来请假 这是一个责任 所以我按照规定来请假 未来我当总统 我会重新的去立法 保障 警销 预算 装备 员而退休 辅恤 让他们在职的时候 有更多的防护 有更多的法令 保护他们 在退休的时候 让他们可以安养晚年 真的碰上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让他的亲人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顾的辅恤 这就是我要做的 所以我当国总统 我会重新来修改相关的法令 重新定 这些特殊公务人员的保障法令 厚颖是有提出来说 30到40岁是有动软的补贴补助 也包括了脱婴脱幼的一些公费的补助款 是不用月费的 甚至你生了三胎之后 是有补助你100万的 不管是你租屋还是购物 都来政府帮你 不过他开始觉得说0到6岁国家养的这个政策 到底跟侯鲁鱼有什么样不一样 所以说他尊重每个人提出来的政策 不过他认为说他这个是非常全面性的 是考量到他能够去花费的成本 以及说他现在认为是从30到40岁 你可能说还不想生小孩 到最后你想要生一胎两胎三胎 这种渐进式的补贴 而且他的这个幼儿补助 他也提出了三到四项 已经是非常全面化的 他这样认为说而且他今天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也参与这场活动 所以看起来就相当的热闹 不过今天除了政策面来说呢 他把选战呢回归政策面 大家很关心屏东大火事件 到现在呢警消的安全到底谁来把关 我一过去身为警察呢 他强调他如果说呢他当选总统的话 他绝对会立法来做改变 改变呢就是说从抚恤金啊 从退休金啊从这些一开始的装备问题啊还有政府的安全保障 能够给予警消工作人员呢是提供安全保障 他要来修法要来改革 另外他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是请假来选这个玄务行程 他今天就安排了八个算是已经拼到底了 他这一次呢被绿营打成说是落跑市长 不过呢侯宇就反过来问说 赖兴德现在算不算是落跑总统呢 副总统的身份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玄务行程 那赖兴德是不是要说清楚 他现在有没有请假 以上是我们找到最近情形相镜头 这回关注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结束访美行 23号开始是正式请假到年底了 要全新来拼选证 请假的天数将会达到113天 那遭到绿营同批是落跑市长 不过实时评论员张宇轩反三 民进党是因为没有别招了 只能够想方设法扣侯友宜帽子 张宇轩分析侯友宜现在请假期 时间点是最好的 来听他怎么说 今天发生明洋这件事情 是在谁的眼皮子底下 新潮流 在民进党执政 在你周春明眼皮子底下 而且你县政府有没有疏失 有疏失嘛 消防没有督导到嘛 而且相关的机材没有落实嘛 到底有没有先拿到危险误清单 还搞不清楚嘛 都是你的问题嘛 中央是谁 经济部是谁 又是你民进党 结果民进党你看到多厉害 自己的人砸锅 反过头拿这件事情说 你侯友宜怎么可以在这个时间请假 你突袭 不要笑死人 这种民进党才叫做 当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 自己人闯祸的时候 还可以拿这个例子 指着国民党指着侯友鼻子说 都是你不对 厉害 所以我想你不用在意 好像侯友宜执政了一样 对对对 侯友宜现在已经当总统了 所以你不用在意民进党 到底要怎么样去穿着复会 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议员嘛 求声量求舞台 不论如何他们就是会想方设法 要把侯友宜扣帽子 所以回过来 侯友宜这个时间你去请假 我反而是觉得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那很多民进党就说你逃避议会 我想这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就是说前面刚结束一个访美行程 后面刚好在议会开会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最好时间点 也是安排之内的时间点 好其实呢 这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请假投入选举 民进党批评是落跑 但侯友宜下午也反击民进党 他说这次请假 他都有按照规矩 新北市团队也会持续全力以赴 但倒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副总统赖清德 常常跑选举的行程 不知道赖副总统 有没有把选务行程跟公务行程 来公私分清楚呢 赖副总统 现在在参选 公务人员很清楚公私分明 学务行程 后市公务行程 爱不留情测 不能公私不分 我今天是用负责任的态度来请假 这是一个责任 所以我按照规定来请假 这个赖副总统 他常常在跑选举行程 也跑了很久 不知道赖副总统 有没有请假 请问赖副总统 应该来跟我们的全国民众 报告 他有请假 他公私有没有分清楚 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他有没有请假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赖副总统 请把 你按照规定的请假 来跟全民做一个说明 我侯友谊非常负责任 我一定是公私分明 该请假就请假 对新北市民负责 对全国人民负责 让新北市未来 在持续关系以下会更好 让我们中华民国会更好 进口蛋争议不断 不过民众对于进口蛋 相当没有信心 转而强买的是本土鸡蛋 现在告诉大家 鸡蛋呢 最坦地的价格 从北台金43.5元 涨到45.5元 议员许晓星则说 面对可能有很多 有问题的一个进口蛋 已经被民众给吃下肚子里头 身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居然是笑而不语 还说 曾经重视 政务官的典范 不过许晓星怒轰 如果这个叫做 政务官的典范的话 那赖清德上任以后 全部都用 陈吉仲记种官 请问大家 受得了呢 今天我看到 有两家的业者 被裁罚 高额的裁罚 那他裁罚的理由 要请大家仔细看 是他进口的蛋 跟他现在所告诉卫生局 他们所拥有的进口的蛋 数量对不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 食案问题 这是否代表 有一些的巴西蛋 有一些的进口蛋 也被标示为台湾蛋 然后在我们的超市里面上架贩卖 那如果已经被很多人民吞下肚的话 这样子过期的蛋品 给我们全台湾人民吃 赖清德 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好 副总统也好 怎么可以对这件事情笑而不语 还说陈吉仲是政务官的典范 辛苦了 所以我要请大家记得 赖清德对于陈吉仲的评价 在经过整次的进口蛋事件风波之后 他说这叫做政务官的典范 原来政务官的典范叫做 卖过旗的蛋给大家 叫做农业部指示厂商做不实的标示 叫做让这么多的蛋农还要去帮超市公司讲话 叫做让50万资本额的超市 可以来做这么大进口的买卖 叫做把巴西的鸡蛋放在海关 一整个月都没有拿出来卖 库存非常的多 甚至才检验出药残 这样子的农业部长 如果是赖清德心目中政务官的典范 我请问赖清德上任以后 全部都用陈吉仲这种官 各位受得了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